集團人力要不及 集團人力要不及 新資的海洋不平 新資的海洋不平 呼喊著口號表達訴求 台灣鐵路工會十四號下午上街頭 要表達四項訴求 營運獎金並本縫 增加基層人力 增加發給危險津貼 以及年金改革單獨列由交通部辦理 台灣鐵路工會表示 增補人力是最迫切需要改善的事情 因為台鐵長期以來面臨缺工 預估還需增補兩千五百名人力 台灣鐵路工會理事長表示 危險津貼部分 目前台鐵局與工會 共同擬定了鐵路局危險津貼 知己要點草案 將定義出哪些人員符合資格 而在年金改革由交通部獨立處理部分 主要是因為台鐵交通支位制 與公務員的薪資福利有差距 認為不公平 我們危險津貼已經達成共識了 但是交通部跟行政院 還沒有正確的回應 那另外特別是年金改革的部分 也是非常的不公平 台灣鐵路工會表示 如果事項訴求政府無法回應 將在影響乘客權宜最小時間 採取局部罷工 或者握軌讓列車停駛行動 記者羅瓦把號台北市採訪報導 好 好